行政院专案调查发现,2015年行政院前秘书长简太郎曾为庆父召开两次会议,遭影射协调各刑库促成连带案,近日前发声明稿表示,该次会议是要了解庆父陈情问题,会中并无任何要求或只是联合报器资料照分享。 蔡英文总统今天针对庆父承造的烈雷禁案做出三点才是,要求司法调查误网误众,另一方面,蔡政府也持续质疑前马政府在庆父连带案的角色。 据了解,蔡政府大动清查,在找出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民国104年在总统府两度与前行政院秘书长简太郎的会面戏录, 企图连结简太郎召集的两次庆父连带协调会,国民党痛批蔡政府玩两面手法,简太郎在驳斥之余强调自己此心可昭日月。 简太强强调,包括前总统马英九和前副总统吴敦义,他在行政院秘书长任内,无论是公司场合的见面,他和马前总统吴前副总统从来没有谈到庆父的话题。 据了解,总统府进一步清查发现,104年9月23日及10月14日,简太郎两度见总统府和吴敦义会面。 由于简太郎在当年9月18日召集第一次庆父连带协调会之后两度进总统府,12月29日再召集第二次协调会。 时间的巧合自然引发是否有高层介入或施压的联想。 简太郎指出,104年9月23日,他确实有到总统府会见吴敦义,那是吴敦义要他去报告美牛进口的问题,和庆父安完全无关。 吴敦义本人经过了解后也证实,当时确实是为了美牛,吴当时的副总统办公室秘书还有做成会谈记录。 至于10月14日进府,简太郎指出,当天晚上是马英九分批第二次在总统府与党籍立委参序。 当天他特别提早到总统府去吴副总统办公室,主要是针对当时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参选2016总统大选,和吴敦义针对选举议题交换意见也和庆父安无关。 简太郎表示,他身为当时的行政院秘书长,每周至少会到总统府一次,有时两三次进府是为了参加专案会议。 简报会议乃至国安会议进出非常频繁,但不能说有开会,碰面就是要谈幸福,进行如此的连结实在太没有道理。 吴敦义私下也表示,简太郎是因职务进府平凡,但不能因此就随便都时间,然后就企图和幸福联带联在一起。 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李明贤指出,蔡总统要求减调误网误纵,但24亿拨款没查明,又玩两面手法,透过民进党和立委继续放话,进行政治操作。 这是极不负责且不道德的做法。